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們現在打一下貓戰合作的地獄集 集羽中焉的一集 那這邊的話呢 帶大家用全宇宙巡縮配置的二獎斯卡塔赫 來做一個通關喔 附隊的話可以找上蒙大拿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個蒙大拿的忌惡 好來 接著這邊我們就把那個光珠起手 然後稍微塗一塗喔 你如果炸彈沒有太多的話 你要去碰到是可以 但是要記得喔 碰一下是十萬 所以如果太多 超過三顆就建議不要碰了啦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沒有超過那麼多顆 所以我就去把它碰一碰 好 這邊手消全光 符合敵人的那個就可以直接帶走了 OK 來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二 好 第二的話呢 第一回我們一樣開蒙大拿的忌惡 那這邊我們可以多消一點那個 機械豬爾 等下讓蒙大拿可以趕快變身 這樣子 好 這邊 OK 好 我們就多消一點喔 好 那等下第三回一樣喔 就是蒙大拿忌惡 呃 更正第二回啦 好 第二回一樣 我們就再補一個蒙大拿的忌惡 那這邊就一樣 把那個珠子盡量去消一消 然後等下我們就可以讓蒙大拿變身了 ㄟ 是不是有滿版 ㄟ 差一點 好 不過沒有關係喔 斯卡塔赫他只要有消到那個 火獲木 好像是 30顆還是60顆 還是50顆 不管 反正他天降下來 你有消到他就是有一個擋死的效果在 好 那接著第三回呢 我們就開蒙大拿的忌惡 我們變附隊那一隻 好 忌惡這邊就變身了 來 接著我們開變身後的忌惡 好 那這邊我們就把板面轉成10C 就是橫的 3-3排列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火的在這邊 好 OK 好 這邊沒有限制步數 所以你慢慢轉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一樣開蒙大拿變身後的忌惡 好 那這邊我們光起手 然後我們塗10顆光珠出來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來回動一下 因為那個前面50步都是起手的珠子 啊 你看到他要開始變成問號 就表示動完了吼 好 那塗出10顆光之後啊 這邊我們就把那個兩組光石自轉到位就可以了 他這個問號軌跡只是前面6格而已 所以你這樣子來回圖一下他就會現形了吼 好 兩組光石自轉到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 OK 來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三 好 第三的話 這邊就火起手把全版圖過去就可以了吼 OK 好 來這邊帶走 好 接著來到第四喔 好 第四的話我們就開蒙大拿變身前的技衣 就是有職傷的那個 好 來這邊炸下去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可以木起手把全版圖過去 OK 好 來這邊就直接帶走 好 接著就準備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一樣吼 就木起手全版圖過去就可以了 好 其實你抓暗以外的起手都可以吼 好 你真的要按起手記得補個蒙大拿技能就好 讓他武士-3抗性這樣子 好 一血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就開克補樂記憶版面 好 來 等一下我們要開圍鍵吼 然後這邊要水起手把全版圖過去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看好再圖啦 好 這樣子 OK 好 好 那這邊武士水當然是一次解決掉吼 好 來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三條血就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就行了吼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2講的斯卡塔赫全宇宙巡縮 配置過這個地獄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